由于疫情的关系 多数的汽车保险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退费以及降价政策 我们来看今天林大卫保险智库 现在4月份呢 多数保险公司都已经加入退款的行列了 目前我们所代理的汽车保险公司 大多数都同意降价 一直认为4月5月居家令 多数汽车都不在马路上了 大家停在家里不开车 车祸当然是减少的 像Mercury水星牌 Safeco Levity Mutual 已经下达了命令 4月5月呢 会退还客户的保费15% 而且呢 如果疫情继续下去 仍然会延长时间 还有我们其中一家 遍及全美的Progressive 这家保险公司 还宣布降低了20%的保费 目前宣布降价的决定是非常好 而且已经影响了几乎所有其他的保险公司 他们即将我相信都会一致的同意降价的 因为这个疫情严重 大家出去开车少了 车祸当然也少了 虽然我们也处理过一些车祸 在这一两个月 甚至是连环车祸 但是保险公司是按照整体的数据来做决定 无关你的车祸罚单 所以我相信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做出这个退款的决定的 像这些动作呢 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关心 是不是要打电话询问一下保险公司 或者是问一下你的保险经济的 其实呢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因为保险公司都是按照规定 他们会将退款退出 就像纾困的支票一样 虽然已经通过了 但是他们有需要程序 需要加州批准 基本上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退款 才会达到大家的手中 或者是你的户头里面 如果万一你已经付了全年或者半年的保费的话 大约是一个月以后呢 也会自动会收到退款 如果是分期付款的话 则在五月或六月份的账单 你会看到没有付的余款也会降低了 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保险公司的涨价 比如说房屋保险的涨价是因为火灾肆虐 造成亏损 他们必须要调整才能生存 那汽车保险呢 以前的涨价呢 是因为车祸增加 目前汽车保险公司决定退款 这个是非常好的 也是为了民众居家抗议 所做出合理退款的行动 我必须要给他一个赞了 结实际上 人温得超好 こと乐する 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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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fHaw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